你知道释迦摩尼成佛是怎么成佛的呢 佛祖当时最重要的是 一开始在苦行 苦行的过程之中 他没有误到他所谓的大道 然后还导致他身体很差 他从雪山下来以后身体非常衰弱 结果特别幸运的是什么 就遇到了一个农场的一个姑娘 然后就用奶酪和牛奶 你想那多有营养的东西 而且赶巧了 人家专门就是可能养这个放木火什么的 就把佛祖的身体给养好了 身体恢复以后走到了菩提树下 铺了一个草席的一个垫子 这个草不是一般的草 吉祥草 释迦摩尼最终想要觉悟的是什么 他要大车大步的 他要脱离的是人间疾苦 这是他一开始出家修行的目的 这个菩提树下打坐的这七天 那什么是七点 这跟佛祖出生的时候 一个传说也能对应得上 传说佛祖在出生了以后 就能站立行走 而且他先是什么呢 向东走了七步 然后向南走了七步 然后向西走了七步 又向北走了七步 就每次都是七步一个循环 最后我就想 他按这个方向走完以后 他走到哪了 但我就在想 他想说他画了一个正方形 应该是 对吧 你想啊 他按照这个说的各走七步 他就画了一个正方形 就像在血浅水的一样的 对吧 你必须得绕一圈 然后能回来 然后他在修行这七天里面 其实他是先获得了什么 先获得了大神通 先是获得了天耳通 然后获得了天眼通 天耳通天眼通事实都不重要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千里眼顺风 这是很多人在所谓修行的过程中 证明自己牛逼是什么 说我有大神通 我能够什么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或什么 但人佛祖的这个故事都已经告诉你了 大神通没有用 他解脱不了你的疾苦 他一让会让你在这个东西 那不叫成佛 那不叫得道 所以万般神通介绍 是我有空空式大道 这是当时我学义的 是老师跟我说的 然后佛祖没有因为这个出现神通 而停止误道 最终 打坐了七天七夜以后 他误得了什么大道 这有人知道吗 他的这种所谓的离苦得乐 这种能够脱离 最终痛苦消除一切的是什么 苦度众生 不是 空不是 四个字 缘起性空 一切皆为虚空 缘起性空 没有主宰 他的核心 佛祖悟道的核心是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主宰 没有一个主神的存在 这是佛祖的 他跟基督的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那个告诉你 我是唯一的主 唯一的神 这个世界都是我造的 佛祖悟道的最终大道 就告诉你 这个世界不是神所造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着我们 不要相信任何其他的这些东西 什么求神 拜佛 他都没有办法帮你解脱 要不然佛祖不需要自己经济 你如果真正明白就是缘起性空 这句话的话 你很多的问题就有 就都能解决 就会给你解决